15號深夜10點多 台南北門區的公廟旁 槍聲大作 廟旁民宅不斷有人走了出來 他們掏出槍來開火 現場隱約還聽得到改裝車 轟隆隆的引擎聲 宛如電影槍戰情節 在淳樸的漁村上演 民眾聽到槍聲 還誤以為是鞭炮聲 警方貨爆到場展開地毯室搜索 任何角落都不放過 詭異的是現場疑似被清理過 竟然沒有留下任何彈殼 甚至連燕地都沒有 警方漏夜組專案小組偵辦 終於帶到齊民涉案人 其中一人的轎車被擊中 有明顯彈孔 其實雙方輪馬都是認識的 可能一些前幾天有一些口角 因為小工程上的口角 當地的一般的承包商 是什麼樣的工程 跟光電有關係嗎 他們是外包的小工程 也是有一些相關的關係 原來五姓父子與黃姓男子 都是光電集裝工程的承包商 黃姓承包商疑似撈過界彩線 雙方起口角衝突 黃南找了網姓友人出面幫忙協調 15號晚間開了六七輛車前來談判 五姓父子見他們人多勢眾 派出槍手埋伏 當場連開九槍示威 研判應該是只有一方有開槍而已 光電力異糾葛爆發槍擊 向外純樸居民 目前五姓祖賢還在逃 警方正全面追棄 TVBS新聞顧手昌 談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